每天有这么多新闻 你都听懂了吗 听新闻不只听热闹 还得听门道 让董志森带你搞懂所有新闻 非碟午餐 董志森时间 欢迎收听非碟午餐董志森时间 我是董志森小董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中午十二点 有我在这边为大家说新闻 今天其实大家的心情都还是很沉痛 因为昨天发生了四岁女童被杀 而且是很残忍的 大家都非常愤怒 当然很多人就开始政治操作了 我看到个名嘴啊 马上写啊 这就是马航九的问题啊 马航九执政 经济也不好 社会治安也不好 所以就应该负责 我当然很不齿啊 这种名嘴 台湾这种不齿的名嘴 有百分之九十几 什么东西都要把它牵扯上 政治 那马航九五二零卸任以后 我不晓得这些人要干嘛 事情发生在哪里 台北市耶 去年发生在北投文化狗小 在哪里台北市耶 无论怎么算 这种 怎么算 你真的要讲 当然柯文哲要负最大责任嘛 不是吗 但是我也不是说柯文哲就要负 怎么样 最大的责任 你如果 你要真要去算责任的话 为什么 全世界每个国家 这种精神病患 到处是 你说他没有精神 那他就反社会人格 这种人 皇不胜皇 我真的讲 你挤出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国家 每个国家都有这种人 大家认为说 美国都安全都怎么样 是美国有安全 美国到处被炸 反汇死了欧盟 现在 我们其实欧盟最主要是西欧 英国华国 比利时卢森堡 德国 意大利瑞士 就这些国家 这个就是所谓的西欧 西班牙葡萄牙 这边就是所谓的西欧 这边是最负数的 欧洲里面最 大家认为社会最安定 最负数的 这边就是 废死的 大本营 欧盟到处要求别人要废死 现在欧洲被炸得 迷迷某某 对不对 法国被炸了 比利时被炸了 一死都是几十个人 全世界媒体大呼报道 因为他们的人命比较值钱 你看中东 中东几乎每个礼拜都被炸 一死也是 六七十个上百个 媒体有这样报道吗 没有 因为他们不是西欧人 全世界的人就是这样分别 所以死了比利时人 死了华国人 各国媒体都大肆报道 非常了不得的大新闻 什么样的 那如果被炸的是东南亚是非洲 或者是中东 那是几乎每天都在炸了 人命大家其实是相等的 欧洲人因为自己自恃甚高 所以挪威 有个家伙杀了 多少小孩 近百个 小孩 他也没判死刑啊 那你欧洲人接受就好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 他强迫别人要接受 台湾很多人就去起哄啊 就是我们家废死才表示怎么样怎么样 是啊 我以尊重他有 他的自由 你要主张 在台湾是会 你要主张什么都可以 但是 那是不是多数民意 这些人都是 撤身国务会 靠民意当选立委的人 他们是谁 孤立雄 林长佐 洪池庸 黄国昌 简单讲就是 时代力量加民进党 民进党很多人是娓娓缩缩 但是民进党就是反 反对死刑的 那黄国昌 领导的时代力量是 很鲜明的反对死刑 那死刑 有多少人同意 把它废除 可以嘛 那你觉得 你 你觉得那你代表的是民立 那请你就在立法院推动 我们其实很多人 嫌疾 常常就是一张票 投了是kimochi 台湾人最讨厌的 就是马航酒嘛 就是国民党 所以通通给他死 投了以后 有什么后果 没关系 大家来承担嘛 你投了人 这些人 这些人都是反废死的 都是主张死 主张死 那个废死的 那对不起 请自己承受 政治就是这样 各位朋友 就是这样 很多人 很多人不晓得说 这个不是我的主张 不是你投票给他 那就是你的主张 怎么不是 就夹带在里面啊 一张票里面 隐含的意义很多 不是说谁当险 谁漏险而已啊 一张 一张险票里面 隐含的意义非常多啊 当然是这样啊 你说我不要去承受 哪有这回事 你就要去承受啊 你投了票 很多人耍赖啊 认为我 我有投票自由 但是所有后果 我不负责 没有这回事啊 民主就是大家 一起来承担苦果 今天 台湾社会所主张的那些人 小董都没有投他们票 但是我还是要跟 这些人一起承担后果啊 哦 我不怕后果啊 我不怕 为什么我不怕 因为我很早就知道后果 所以我心里有准备啊 但是 我们很多 罩内的人 自己不晓得有他的后果 然后 每天在那边开骂 台湾社会很不好嘛 台湾社会这几年来 被这些人丑化到 都不好 都烂 都怎么样 有两个台湾人 从伊斯坦堡 土耳其 坐飞机回来 后来发现他们钱掉了 然后他们马上就跟航警局报案 航警局就开始找 机上有人说 啊 刚刚看到有个大陆的人 他乱换别人的行李 所以就把他逮捕了 逮捕 这个大陆的男子姓葛啊 就抓起来 就当作现行犯把他收押 这被害人啊 他损失了三千一百美金 然后 因为航警就说 我先把你当现行犯抓起来 深压获准喔 深压获准 这个大陆人性格 那 后来检察官就跟受害人讲 说现在小偷不承认行犯 我们说外人很不满啊 难道台湾法律是专门把握坏人吗 請问你怎么知道他是坏人 其实这台湾人的心态啊 我检察官我要证明他坏人 啊你子宫是他 你有沒有看到他在翻 你有沒有拍到 飛机上有没有录影 或怎么样 你要有积极的证据啊 那我们已经把他收押了 也找出他身上疑似的账款 各位掉的是现金啊 现金我要是讲一口咬定是我的 我本来就带这个现金 那要怎么去判别 你要用很科学的东西啊 但是我们就很自视的 台湾的法律是专门把握坏人吗 台湾很多法律是保护坏人啊 是啊 但是你要先证明他是坏人 我们才能制裁他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是来这一套 台湾样样不好啦 那到国外去 请问一下土耳其的治安比台湾好嘛 土耳其两个礼拜前才被炸过 死了几十个人 土耳其现在是高危险国家 各位朋友 欧洲西欧尤其也是高危险国家 那些国家你不要认为说 哎呀都负数都怎么样 没有这回事 TVBS有个主播啊 这主播跟我交情还不错 国际主人 派去西欧采访西班牙 然后他在拍这的时候 就 因为是一个典礼嘛 就挤来挤去 有个人喔 有个西班牙人就 在喝饮料 就不小心就po到他 饮料就翻了 拿在手上嘛 看热闹就翻了 然后那个西班牙人很有礼貌 就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他说没关系没关系那算啊 对不对 你的可乐泼在我衣服上算算算 对他说不行不行不行 我们国家是很有礼貌 你这个不行一定要把你弄干净 他说不用了不用我还拍 没关系一下子就好 我家就住在这里 我马上帮你清一下把你烘干 然后就 半拉半那个 一拉进那个房子里面 刀子就亮出来了 所有东西包括摄影机洗劫一空 TABS的记者各位朋友 对方西班牙人 这国家安钱吗 那是土匪国家 不要认为西班牙 西班牙是很热情 可是他是土匪国家 西欧 他们经济不行了 他们干这种事情很顺手 你说啊那现在西欧怎样 东欧呢 东欧我的朋友顾盈怡 大家也认识吧 TBS那个主播姓王 那个记者姓王 我的好朋友顾盈怡 过去跟我一起主持 主播 去波兰 他的行李一推出来 就两个男子说我来帮忙 他说不必不必 两个男子说没关系啊小姐 对啊 因为他英文非常好 外文人力非常好 就是我看过的人 没有人英文比顾盈怡好 我认识的人很多吧 没有人英文比他好 好的不得了 比大学英语系教授的 教授还好 还六啦 他那个多艺是快满分的 接近满分的那种 外国人都考树啊 但是 那两个说 没关系小姐我们国家很女 不要 他说不要 两个人 半推半拉就做了 然後 一走到前面四个路口 两个人 各推着行李箱 各跑一个路口 你怎么办 追不上 行李就不见了 报案没有用 而且我们的外观还接入 完全没有用 不知夏文 几十万 十几万 十几万的东西 通通 半抢半那个就弄走了 波兰 这都是这两年发生的事 各位朋友 不要认为说 欧洲人多高级 欧洲盗杰如牛毛 说他们不要文明 他哪里文明 他哪里文明 去搞那爆炸案的 那些人不是中东人 那些是法国人 就是你认为最文明的地方 和哪里人 其实没有关系 但是请不要拿那些东西 来讲东讲西 所有的人 品格都一样 中东有很多恐怖分子 欧洲有很多恐怖分子 美国更多恐怖分子 美国一两个月 就会发生 拿枪到校园去射杀的 对不对 美国人啊 当然也有一些是中东医的 就会特别被强调啊 啊中东医的啊 对不对 要对台湾犯罪 啊这个人是大陆来的啊 特别旷大嘛 我们 就这样啊 自己有多高尚呢 自己有多高尚 求一下这个人神共分的 王景毅是哪里人 不用再去分那些的 我真的讲 我们台湾社会就是矫情 每个人都要写一些人家 零零散散 说肥人都好都怎么样 对不对 但是 没什么关系啊 我们其实做很多事情 后分析很多事情 可以看到了死刑 有没有死刑 然后大家都不敢 诚实去面对 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不是死刑 而是死刑不执行 就是死刑不执行啊 你说有没有 要不要灰死又什么 先不要谈这个问题 现在监狱还关五十几个死刑犯 他们是被判死刑三审确定 他不执行啊 过去民进党 前面那两年有执行 后面就不执行 民进党执政八年 后面那几年就不执行 马英九上任以后 开始执行 也没有很密集 我看了就很生气 那时候王清风当部长 我那时候在组织2100 周末开讲 我就天天骂他 叫他不试任就赶快滚蛋 他找人啊 专程跑到电视台 来找我 给我一堆资料啊 说我的主张我的理念是这样 我说你的理念很尊 我很尊重啊 中华兵国 有死刑 也已经判死刑了 法务部 是一个执行法律的单位 你应该执行这个法律 你不能说我的理念 我是不主张死刑的 所以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就不试任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要执行法律 法律有死刑你就要执行 你不执行你就不试任了 请你滚蛋 后来他走了 曾永福决认 曾永福有没有执行 有 隆雪有没有执行 有 执行的不多啊 所以大家在讨论死刑或不死刑 所以大家在讨论死刑或不死刑 有时候我看了很烦 我当然知道 八成的民意支持 八成的民意支持是死刑 那为什么不执行呢 为什么不执行呢 这死刑法有的是扁正如时代 留到现在了 还不执行 然后廢死联盟的人就到处去 我们以前在节目上 在电视台讲廢死联盟或怎么样 常被他们告 都要跑法院了 他们就告你 你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骂我们骂得很难听 后来我在节目上我就跟他们讲 你们主张廢死这些人 哇 讲你们都宽容 然后对批评你们的人通通提告 你们叫什么廢死联盟 恶心啊 你们每天讲你们廢死主张 多么人格多么高尚 人家批评你就被告 我小董常常被告我也很认分 但是那种告都不会成立 人家只讲说 哎呀你们这联盟好矫情 你们这些人不能体会 也没有用肮脏的字眼也没怎么样 就去告 为什么 因为他们懂法律 好几个是大学法律去教授 也不能叫教授了 叫畜生 我真的要这样讲 哇 每天他讲了他自己都了不起 哇 我是刘德的 刘美的 刘英的 什么讲一堆 他也知道告你不成立 但他懂一点法律 他就每天去提告你 这种畜生到处是 在我们各大学的协堂里面 如果说大家可以公开来讨论 死刑和不死刑 好 大家利点是一样的 对不对 五五坡 好 那我们先来讲 一个国家的国情 台湾的国情就是这样啊 你民进党每天在喊转型正义 那这个是不是正义 是啊 你说啊 枪毙那些人 社会上照相还是有杀人乱 是啊 你吃了饭 肚子还是胃饿 你干嘛吃 是啊 全世界你没办法去避免这些 但是 你说有没有 比较减少或比较多 那是计算标准也有问题 但是 我告诉你 什么叫正义 七十年前的事情都还在追求正义 对不对 然后现在说 诶 这个 这个不能 不能给他判死刑什么呀 那你的两重标准不是很 很不可思议吗 台湾社会只要讲到这些 都是鬼扯 就好像现在劳工团体 说我有七天假 你一定要还我 不用 不必了 你不用去押迫陈雄文啊 我老实讲 劳工团体 因为520民进党就要上任 就让民进党去弄嘛 你现在去弄陈雄文 陈雄文不会答应你 你通过了我也不公告嘛 我是旧政府啊 我被火定了 大家讲说 诶 陈雄文 像今天苹果一批他 哎呀 你应该占劳工立场 劳工立场最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放三百天假好了 劳工立场啊 人民的立场最好大家都不用缴税好啊 可以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 为什么陈雄文要坚持这样 劳动部长陈雄文的坚持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过去 政府还有一些企业 政府我们是硬性规定 隔桌休二日嘛 所以你隔桌休二日 两桌你要上84个小时嘛 看你要选哪一桌 就是两桌的工时是84小时 那后来外界反映说应该都放 那在这种两桌隔桌休二日的情况下 其实政府部门 或者多数的大企业 早就 就是每桌都休二日了 像我在电视台那时候就是每桌休二日了 这十几年来我就是每桌休二日 不是隔桌了 我过去在报社 已经是每桌休二日了 所以多数的大企业都是 那有些中小企业觉得不行 这样我会有影响 后来就谈判嘛 就谈判说 是不是让大家 都能够全国一致都秀二日 中小企业就哀哀叫说 现在 现在 勞工 成本高又请不到 现在 他当然讲他的立场 那后来就协商怎么样 本来我们有 相差差多少你知道吗 相差就是19天 因为过去有国定家令嘛 有国定家令 然后相差就是19天 19天说那我们就是把国定家令提销 所以就 多了12天 那这个就是 他们所谓讲 为什么差七天 还我七天 那这七天其实是跟 中小企业 劳动部跟中小企业 大家谈的那时候的条件嘛 那今天劳工团体 要求陈雄文说 你应该回 让我们放假 台湾其实很多这种人 我都非常看不起啊 林常总说 你政府应该让我们 台湾的艺人上大陆 去演唱去赚钱 你不应该 你应该给他最好的环境 这样的政府 是怎么样的政府 这样政府是个卖台政府嘛 政府过去在做这个 都被你们骂卖台嘛 忙酒开放两岸直行 那些赚钱的人每天骂他卖台嘛 就这样啊 今天劳工就说 陈雄文你应该做一个 毫无诚信的人 让我们 有更多的驾放 劳工团体就是这样 台湾有什么劳工团体 没有 各位 我乔总讲过的话 大家记得吧 台湾的摄影团体 台湾的摄影团体 搞社会运动这一团体 99%以上都是挺立 他们每天都讲好听的 所以劳工团体 你不必去跟陈雄文讲这样 陈雄文即使立法院通过 他也不会公告 因为他要做一个有信用的人 那请民进党520以后 民进党的部长去公告嘛 说我们民进党政府 我们不甩你那一套嘛 是啊 大家来讲啊 台湾劳工团体让人家看不起 你就是在这里 什么都要嘛 那你们要的是什么 光复节要放假 蒋公诞成要放假 蒋公诞成已经被阿扁取消了 那一天还要算作国定家 要的话就拼命 跟人家要求 这一天 是蒋公诞成我要放 教师节 教师节老师都没有放了 劳工放假 合理吗 9月28 9月28老师也没有放假 教师没放假 劳工放 光复节 又不承认台湾是光复 然后说我光复节要放假 那一天没有 台湾又没有光复 他们认为是中战啊 各位你想到这些人 你想到是什么 台湾 这些年来已经被这些人 宜起宜求 他们要什么都可以啊 台湾有没有竞争力 当然没有竞争力 台湾哪有什么竞争力 台湾有没有小确幸 没有 占点小便宜就叫小确幸 你如果是企业主 我小董在节目上已经讲很多年 你如果是企业主 能够不要在台湾经营 就不要去 几年前沟台平说 在高雄投资 我就不要 你不要那么笨 高雄有 有那个经贸元器 赶快来投资 我有去现场看过 我说千万不要 为什么 等你工厂赚的钱 等你的机构赚的钱 地方上就会有人来跟你要东要西 里长就开始了 你不给我我就每天去剪辑你 后期包围你 我就说你有污染 谁敢讲自己的 这场面有污染 你说我符合国家标准 我就讲你有污染啊 有标准也是污染啊 你要不要拿钱来回馈 台湾就是来这一套 台湾不是好的投资环境 百分之百不是 我很早就讲了 我鼓励大家不要在这里投资 你说小董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不爱台湾 爱台湾有用吗 爱台湾是刮在嘴巴的吗 我鼓励大家到海外去投资 找更好的环境更便宜的劳工 就这样啊 你赚了钱在哪回来啊 我们当然希望自己到海外赚钱啊 我们做外贸也是这样啊 我们做好的东西到海外去赚钱 是啊 台湾这些有钱人哪一个不是在海外赚钱 哪个不是在海外开工厂 台售 台积电 张东某昨天才去南京耶 跟人家签的 30亿美金的投资在大陆耶 是啊 我鼓励大家不要在这里投资 因为你不划算嘛 我们这边的政治因素干扰太多了 所谓的政治因素干扰是怎么样 最主要是利盈的 还有挺利盈的那些设应团体在搞鬼 所以他们你做任何建设他都能反对 为什么反对 哎呀因为环境很重要啊怎么样 最后都是要钱啊 或者要他的一些政治目的啊 他们做什么都可以啊 民进党做什么都可以 阿扁执政八年 台湾有反而团体吗 请各位上网去查嘛 民国八十九年到九十七年 台湾有什么反而团体在活动 没有 都在讲好听的 台湾的设应团体 其实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民进党的走狗 那他们都每天都讲得很漂亮 大家讲 你看没错啊 环境很重要啊 劳工很重要啊 妇女权力很重要啊 老师权力很重要啊 对不对 保育很重要啊 人民的住家很重要啊 农地很重要啊 每一样都重要 是 每一样都不能做啊 然后最后变成什么样 变成一个国家 骑着在走下坡 我也很清楚的看到 但你讲没有用啊 做什么都可以 那台湾社会 如果这样的一直下去的话 你说那怎么办 小董你讲晚话 我当然希望大家来台湾投资啊 是啊 来台湾投资又怎么样 你有沒有給他好的环境 我们自己人要投资 我们都跟 跟他设了这些重重的限制 那外人要投资 外人水感啊 所以大家每天在讲好听的话 我真的有时候看这些东西 我看得非常难过 因为以我这一辈的人 我是看这个国家在成长的 我是看国际孙英贤李国鼎 在为国家怎么打拼做事 吸引外资来的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如何把 要投资的 不管外国人本国人 我一路的往外踢 各位朋友 請上网查一查 或者去看看嘛 蔡英文说我要发展深入科技 深入科技 民进党要发展 笑死人 外国要来投资 各位 全世界最大的厂 数一数二的厂 拜尔 拜尔是个很好的药厂 对不对 人家来投资的 不是你的深入科技吗 要在台中 民进党执政 廖永来当县长 可以 你要设 那时候国民党在执政 江炳坤 他们当经济部长 到处去拉人 来投资 德国人也很有兴趣 来 地方政府 民进党的廖永来 说先来公投 外国人就吓跑了 什么投资环境 各位你上网看 小董讲的是真是假 我们去找外商 然后民进党 来公投 是来公投嘛 最好啊 那要政府存在啊 是 就吓跑了 拜尔案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各位朋友 台湾 还在搞这种 民粹啦 然后讲好听的话啦 然后什么都反对 什么好处都要 陈雄文你最好 做一个背信的人 做一个没有诚信的人 我就是要这七天假 马上九零 你就是个卖台的人 你做的两岸直行 大陆观光客来 我们赚很多钱 我们每天罵你卖台 每天数人民币 台湾社会不是这样吗 你有一点点感恩的成分吗 没有 每个人一边数钱 一边骂别人 那好啊 没关系 520以后 看你还有没有这样的好机会 马上九剩一个多月了 要骂他赶快骂 趁机啊 对不对 所有东西都灌到马上九头上 合理吗 各位朋友 520以后见真章咯 等一下回来我们讲 其他相关话题 老伴啊 好 我们是曾小董 人神共温了一天 昨天 钱民大家都非常愤怒 有人发动要到 要在什么 白玫瑰 不要去推动那个 我告诉你去包围法务部 你去总统府干嘛 叫法务部把现在五十几个 三审定验赶快执行 那讲他在眼前都已经有 眼前被判三审定验令人罚子的凶手 都不执行了 还在说哎呀 要不要有死刑啊 要不要废除 讲他干嘛 死刑现在有啊 现在只是螺鹰血不执行而已啊 各位我真的不是开玩笑 我在节目讲很多年了 我都自我请命 给我干一天法务部长好不好 给我干一天半天也好 给我半天 让我把那些执行完毕 我只做这件事情 我干法务部长 只做一件事情 我就签署所有的执行案 你们不敢做我敢啊 因为我不觉得 寝食难安 不会啊 我怎么会呢 我们替天行道 我给我干半天的法务部长 请发布我 让螺鹰血走 我不要领半毛钱薪水 而且我只干一件事情 我就签署这个 我就提出辞城 这个有什么难的 你干这个位置 我已经讲很多年 我真的不是开玩笑 我从来不求官啊 我真的 因为我其实有很多做官的机会 国际民进党执政 或国民党执政 都有人找我做官 但是我 我个性不合啦 因为我会得罪人嘛 但是你如果说 给小董干一件事情 我干这件事情 我愿意 你们不愿意 我愿意啊 大家觉得说 哇 负担好重啊 或怎么样 我觉得不会重啊 我干嘛重 你有办法去干这些事情 你就该承受 你知道吗 各位朋友 台灣社会很多人 都在讲漂亮的话 他们其实不做事 你知道 然后在指责别人 啊 经济好差 马上就该负责 这个 经济真的好差吗 经济好差 那 为什么要去连美国的 全球金融杂志 这个杂志我们可买不通 它是很大的媒体啊 它公布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台湾排名全世界 第十九名 比谁高呢 比谁高 比英国 法国 日本 韩国还高 你说 诶 怎么可能 是 那 那 那怎么样 啊 我没感觉 没感觉 是啊 你什么都没感觉啊 你什么都没感觉啊 你每天在台湾骂台湾 每天在台湾见他枸旗 然后到国际上说 哎呀 别人都不尊重我们国家 你自己都不尊重 别人怎么尊重你 你每天否定中华民国 你又要全世界来承认中华民国 这什么垃圾党嘛 各位朋友 我讲有没有道理 民进党在台湾 天天不承认中华民国 天天污入枸旗 然后在全世界要求人家来承认你 怎么可能呢 你天天在你家里揍你爸妈 然后说 诶 我灵机怎么对我爸妈大小生 好可恶哦 你是一个不孝子耶 各位 我们现在台湾社会就是这么畸形 然后大家解说 哎呀 他爱台湾 嘴巴每天讲爱台湾人 最可耻最不要脸了 不是吗 我们讲的这东西 请各位都上网嘛 全球金融杂志 去年公布的 这是美国的媒体耶 你说爱美国人 哎呀 美国人有目的 好 德国 美国贝特曼基金会 他公布啊 他说 台湾政府的转型 如果是政治的转型 转型啊 政治啊 全世界排名第三 如果是经济的转型呢 我们的经济转型怎么样 这德国人啊 经济转型 全世界排名第一名 小董 那个白种人 是啊 那你要讲德国 要讲美国 那怎么办 欧洲最强的就是德国啊 世界最强的就是美国啊 就是他们的媒体啊 他们的机构啊 我再告诉各位 世界银行大家承认吧 世界银行啊 在马上就上任的时候 认为说台湾生意很难做的 我们是排 就是说我们的生意难做 就是说你的投资环境啊 或什么 对国际上来讲 我们排名61名 排名61名 因为他的法令啊 他的土地取得啊 他的环保标准啊 或怎么样啊 对啊 他的外文人力啊 各种零零种种 台湾是生意难做 第六十一名 马上就执政之前 我们现在第几名 现在十一名啊 进步了多少 五十名 各位我讲都是 国际的组织跟媒体啊 啊 台湾很烂啊 是 你每天讲烂 又要叫别人来投资 可以这样吗 我小董虽然不才哦 我不敢讲说我在台湾 有多高知名度 我在金门知名度 当然比台湾高啊 对不对我金门了 我们金门也有很多缺点啊 但是我们尽量把它改善 我在任何地方任何地方 我都推荐 有朋友说要休假 哎呀你休假到我们金门玩 金门最好 对不对 金门又没有神奇清洁嘛 金门 讲国语也通 讲台语 闽南话也通 都可以 你看到的就是你小时候看到的乡村景象 你到金门要怎么玩 随便骑个脚踏车 租个摩托车 到哪里都可以 公车 文化公车什么 都很便宜 一个地方 比台北市小一点点 住不到十万人 你要升楼起来多舒服 我就每天欠人家 很多树 很多鸟 都是树 都是鸟 你说这地方舒不舒服 舒服啊 东西好不好吃 好吃啊 那东西跟 很多都跟台湾很像 台湾很多东西都是从金门 和夏门那边过来的 鵝啊间啊什么之类 都是从哪里来 我都推荐啊 啊你住 住很舒服啊 气候很好啊 对不对我讲啊 有朋友说我过年要送个礼 啊我马上推荐 哎呀金门高粱酒好啊 但是十八岁 不能卖 不能卖给他 酒后不开车 金门高粱酒用来做礼和好啊 我很多朋友真的被我推荐 啊就送礼 就送金门高粱四 你说小董怎么样 我有沒有獲得一毛 一点点好处 没有什么都没有 金门酒厂 连一瓶酒也没送送给我啊 但是他是我的故乡 我要去讲他好啊 对不对我希望你来 很多人去餐益 去那边旅游 去那边去 去那边去买他的东西 对他比他好 对我不会比他好 但是我很开心啊 各位 啊你在台湾 天天骂台湾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啊外国人讲 啊不好 不好 我去干嘛 我干嘛去投资 我干嘛去旅游 我干嘛去玩 我们在大陆 我们也跟大陆人讲 台湾都好 台湾都美丽 是啊很多大陆人来 啊他觉得很感动 來的人你们坏人 有很少数 美国人来台湾你们坏人 有很少数 是啊 法国人你们坏人 有 哦我们坚里还关好几个法国人 坏蛋 是 都会有啊 我们这边要去强化 哎呀大陆人都坏啊 怎样怎样 你在干什么 我们希望大家来 但是有光光就来 难免会有人 有少数的人会犯罪 当然是啊 全世界都一样啊 你去强化那些干嘛 我们要强化我们的台湾好 我们要强调我们爱这个国家 我们爱这块土地 各位朋友 今天3天29号是什么日子 有谁记得 青年节啊青年节是什么 黄花钢起义 多少年轻人 二十出头的生命 为了这个国家 死了 为什么 要为这个国家 因为那时候满清很苦败 要成立一个国家把它推翻 推翻以后成立中华兵国 中华兵国 国务孙中先生 创了中华兵国 国民党创了中华兵国 这是历史事实啊 他们的目的要怎么样 目的要 找其他平等待我之民族 共同分斗 匯除不平等条 不平等条 所以 对立抗战 把台湾给收回来了 台湾是被中华民国收回来的 什么简单的事情 今天青年节 你在青年什么 我告诉各位 这两天还有大事 昨天最令人划指的就是 一个女童被杀 今天是青年节 明天马上九跟蔡英英会碰面 后天呢 后天 浩鼎案的 中研院院长翁启卫要到立法院 这几天新闻都会很热闹 我先依告 等一下回来 相关话题 董事长小董 要爱自己这块的土地 是小董 常常坚持的 我们这块土地 就叫做中华民国 很多人牺牲性命去创来 虽然这些人都被遗忘了 台湾这几年的社会价值流失 最重要就是不知道感人 这最可怕的 社会上有很多氛围啊 他会感染啊 刚刚新北投的捷印站 有警察被砍伤啊 各位捷印 周天说我们庆祝20周年 20周年给所有人礼物是什么 是我们捷印不再打八折了 柯文哲的德政啊 捷印庆祝20周年 告诉大家说 我们9月 我们不打八折了 你原来20块 说16块 现在不要了 我们通通说20块了 柯文哲样样涨价啊 但是我告诉各位朋友 台湾的社会 你看这样的 杀了你东以后 现在杀警察 当然警察没有被杀死 会不会感染会 本来到处在炸 炸美国 炸中东 现在炸欧洲 对不对 各位看 其实土耳其也被炸 东南亚好几个国家都被炸 为什么会被炸 你说都是穆斯林干 不一定 很多人接受了穆斯林的想法 那他认为 社会上对他们不公 那些干下令人滑指 的人他不一定 什么炸弹客 他不一定是精神病患 他是对社会有不凡 对世界有不凡 他那种是有点反社会的心理人格 你是查不出来的 柯文哲说 这个人也不在我们的名单里面 原来台北市政府他有个名单 哪些人可能会怎么样 这个人 王警役就不在这名单里面 是 所以不要再讲好听的 各位朋友 小心 为这个社会美好 大家努力吧 今天谢谢收听